继去年捐赠物资给马公施工所后 财团法人朴子佩天公再度跨海来到澎湖 这一次捐赠的普渡物资180组和30公斤白米60包 价值超过35万 希望让有用的物资能送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上 捐赠仪式在马公施工所举行 佩天公董事长蔡成宗亲自出席 并将此次捐赠的物资及白米交付于马公施工所 此一举再次体现了佩天公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支持 成为社会辅助工作的坚强后盾 其实这个机缘是因为部主佩天公 有一个破阿玛违行利他保险 在前一年我们破阿玛违行利他保险来到这边 免会帮我们马公市民做这些免会的保险 在一年继位下又认识了黄市长 黄市长非常有心 他也愿意来把我们布子佩天公 天上是某一些补济品送来这边 给一些需要的乡亲 其实这份心力才有办法策成这件事 我们要在此感谢黄市长的团队 还有代表会的配合 感谢各位 其实在佩天公多年的中原普渡 它的物资其实在一些散然蓄力的帮助下 几乎都两三百万 我们挪了一些部分的东西 来到这个比较偏人的澎湖市马公市 给一些需要的乡亲 做一点我们的天上圣母的南共爱心 黄震宗说佩天公长期关怀弱势 去年捐赠了六战板 今年加码到八战板 而且佩天公不仅在物资上持续支持马公市 还与嘉义县蒲仔妈为行立他 慈善会攜手推动马公市的违行保险计划 感谢我们固执天公 在我们蔡董市长的团队带领下 对我们马公市 第一个是我们的违行保险 从去年违行保险 他们都每被帮我们有需要的 有一些标准的人民来投保保险 那今年我们也多增加了 除了其他续保以外 有多增加了900位都是他们佩天公 这个微行立他慈善会来帮我们保险 全额免费 然后第二点就是物资的 帮我们物资的一些资源 去年的四个帐帮的物资 那今年又多了两个帐帮 所以总而应该有35万的物资 有过来要支助我们一些需要的 一些我们的百姓 我真的代表马公市民 感谢我们的蔡函市长 还有领导的所有的 我们这些婆妈妈的团队 把爱心送到我们平衍地区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同时将原由澎湖县政府提供的 30万元保额加码20万元 为马公的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及身心障碍者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 去年共有1100人投保 今年增加900人 让投保数到了2000人 为马公市的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及身心障碍者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 所有保费均由慈善会全额承担 展现了佩天公在辅助弱势上的 长远规划与实际行动 此次捐赠活动进一步巩固了佩天公 与马公市之间的合作关系 也为马公市的社会福利工作 树立新的标杆 未来市政团队将持续秉持这份爱心与关怀 努力将社会资源有效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体 共同推动马公市的美好发展 记者王海龙报道